你無法指救賭場賭 因為我們是抽水的 我的書紙都很少肯接受 我一生人不聽我的字 一定要搞到YES為止 韓生出生於香港顯赫有名的河東家族 是河東弟弟 河福的孫 韓生在家排行第九 他爸爸何世光是商人 但後來因為投資失誤而破產 韓生亦因為這樣 一夜之間又呼笑變成窮小子 一到十三歲知道家庭破落 爸爸都要逃跑 不是小事 媽媽都哭了 說我沒有錢支持你讀書 除非你獲得獎學金 當年他正在香港黃隱書院就讀 他醒覺只有讀書才可以扭轉自己的命運 他憑著努力成功升讀香港大學 修讀理科 但又因為戰亂而要中途絕學 走難去到澳門 他沒有埋怨自己有過這段困難的過去 反而覺得挑戰就是自勝之道 如果我一直有錢下去 我看未必 我今天不會能夠在澳門這麼成功 因為的確自己窮困 斗嶺都沒有 只有十元 老母也這麼淒涼 一直要我要發憤 那我亦的確被那些有錢的親戚 藐視到 撞到我在街頭雲露下 故知我呢 就覺得好 發憤 故知我現在呢 趁這個機會 再一次 叫那些年青的人士 要呢 真是發憤 我不信你們沒有機會的 上帝是很公平的 只要你勤力 發憤 總有個機會輪到你 輪到機會到的時候 你要懂得把 他遇到困難之後 好懂得把握機會 去到澳門 成為他人生的轉捏點 那去到澳門呢 澳門呢 對我呢 真是算認真好 他到了澳門 先在貿易公司工作 因為表現出色 很快成為老闆的得力助手 更加獲分得一百萬的花紅 他就利用這個第一桶金 獨力創辦了澳門火水煤油公司 做燃料生意 之後他回來香港發展 和人合資創辦利安建築公司 因為他相信 在澳門火水煤油公司 香港地小人多 從事地產投資 前景無限 五十年代中期 他已經成為香港有名的富豪 一九六一年 何鴻生的事業 繼續扶搖直上 他和霍英東、葉漢、葉德里等人 創辦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即是澳漁 經投奪澳門的博彩專利權 建成普京大酒店 更加自此開始 在澳門壟斷式經營賭場 很多人見到他風光 但是他說 這一切得來並不容易 一九六一年的時候 競投這個賭博專利 當時那些報導就很緊張 因為那些舊人始終不肯放手 即是哪有這麼簡單 我們在葡萄牙有這麼大勢力 在澳門有這麼大勢力 這麼簡單 這樣就放手給你航身 無法談 甚至威脅到他的生命 但是他仍然堅持 當時威脅得很厲害 喂 你忍住 你如果一定堅持要開的 你買好棺材就行了 我不要緊 威脅得很厲害 當時我說放心 我說第二個說我聽 我會考慮 你說的 不要客氣 我說嚇我不了 我說我這次 全港澳的報導都賣出來了 我們也要顧面 沒有派遣不開 一定要開 他一生人都不服輸 這種性格 也都令他一次又一次轉危危機 我是一個生意人 我真的不是很相信失敗 我現在幾十歲 也都做了幾十年 我覺得在生意方面 窮則變 變則通 沒有什麼理由 這麼容易失敗 故此我一直都呼籲 年輕我一輩的人士 我說不要接受答案 No那麼容易 我一生人 不聽那個No字 一定要搞到Yes為止 我說這點是很重要的 原來人稱賭王的他 自己並不喜歡賭博 雖然他是靠這個搵食 但他眼見很多人沉迷賭博 也都奉勸大家小賭異情 我一生人 我對賭博 就沒什麼興趣 直到今天為止 真的打麻將 我都是你們玩 我都很少打 但是賭博 不可否認 是很吸引的 即是我一兩樣都勸人 喂賭博 當是一種環灑 是娛樂 但是千萬不要過份賭 因為你過份賭 未必有得贏的 因為我是抽水的 但是那些人不聽的 不行 我要贏新歌 長達四十年的壟斷 令到何鴻燊累積不少的財富 有這麼多困難 現在終止都可以達到我多少成就 又可以一一對現我的承諾 康辛曾經承諾過 幫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要為社會盡一分力 除之社會 用之社會 他是出名的公益慈善家 由01年起 他開始賀禮捐公益 將自己生日所收到的賀禮 捐給有需要的人 除了公益慈善之外 他亦都參與城市的建設 在澳門他積極參加多項的基建 我們在基建方面 港澳碼頭也是我們興建的 這個機場 娛樂公司差不多佔百分之四十 其他的大基建 例如文化中心 興建了十億元 我們娛樂公司佔一半 他的付出亦都為他贏得不少的榮譽 澳蒲政府就曾經以他的名 命名一條道路 對他的貢獻表示認同 代表認為何鴻燊 都是對澳門有相當的建設 有相當的貢獻 他是給一條這樣的馬 以成就何鴻燊傳奇的一生 他說運氣的成分佔了很少 也都勉勵時下年青人 努力自上 不要心存竅行 一命二雲三風水 五職陰德 四職陰德 五讀書 是五讀書 是真的 故意我認為 第一 你想成功 要讀多些書 第二 要很勤力 第三 你要肯犧牲 不可以說朝九晚五 如果要需要的時間 你就朝九晚九都要 沒辦法 我對成功的看法 就不同 普通人說 好運啊 何鴻燊 不是運的 你相信我 哪有這麼多運呢